欢迎来到洛杉矶环咨询网的纽约焦点频道 我是主播丽雅 2023年开始春节也即将到来 有不少家庭可能都会有赠礼物的需求 那这个送礼好啊 尤其呢送了人开心 背送了人也开心 而且呢其实在美国送礼物啊 还有些门道 赠予亲人钱款 在美国呢是可以利用年度的赠予免税额进行赠予 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您有效的避税 过程简单 不需要停写表格 而且被赠予人的人数都没有限制 你更不用说啊 这个2023年今年的赠予免税额度都有提升 那么在新年一始的时候 如何送礼物是最划算的 如何利用好您的免税额 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权威专家 就是纽约名理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冉业非律师为我们做详细的解读 冉律师您好新年好 新年好大家好 好在新年看到了冉律师啊 感觉精气神都很好 今天又涂了一个大红色的口红 一看就觉得特别的喜庆 哎跟你一样 我们也大家都是有这样的喜庆的心情啊 所以呢 首先呢 先为大家来再介绍一下冉律师啊 虽然我们也都已经很熟悉了 冉律师呢 是专注于遗产规划 信托老年法移民法的律师业务 冉律师呢 是毕业于北京大学Forkham法学院 拥有纽约州及联邦法院的出庭资格 是美国遗产规划律师学院 第一位精通中英文双语的会员律师 也是美国纽约律师协会的 遗产规划和信托委员会 老年法和特殊需要委员会的会员律师 好 好久不见有律师 那前面呢 我们今天讲过了一些 有关于信托的很多好处 包括呢 我们在前面几期讲过 避免生成认证啊 死亡认证 还有避免多周认证 省下遗产税等等 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实际上非常实用 那就是怎样送礼最划算 首先呢 可以先请你为我们讲一下 这个送礼这个避税 是什么一个原理吗 大概 好啊 这个因为马上咱们春节就到了 我觉得华人呢 肯定这个大红包是少不了的 但大部分呢 这个按照我们这个传统来讲的 都是送给晚辈 那送给晚辈可能 基本千八百块钱呢 可能没有什么关系 您可能也不需要 有任何的这个税收的麻烦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 就是说担心 法律上的任何的麻烦 只要这个钱是送给 你自己的这个 其他的你想要送给的这个人 那还有一些人呢 就是说其实利用这个送礼的机会 送的有技巧呢 那这就可能跟岁数要连在一起了 那什么时候呢 比如说像有的人 哎呀我就想要给我自己的孙子辈们 或者包括孩子们 我就是要送一个大额的这个 就是金额 比如送个两三万 那我们的华人当中呢 经常还会说把孩子的名字 加在我们的房子当中 然后加在我们的brokerage account的当中 然后或者加在我们的银行的 这个bank的这个作为owner之类 那这些东西呢 我们这些不经意的一些行为 实际上呢都是一些赠予的行为 那为什么呢是一些赠予的行为呢 如果这个数额超过一定数额的话 它是有一个叫赠予税的这个一个反扣 我们可以看一下图2 对 那您是要看这个图2吗 对来请导播老师放一下 对那其实就是说 在这个新年它赠予前款的话 有一些这个 这个有一个具体的一个金额的这样的一个设置 那其实呢 我觉得大家主要需要关注的就是 我们到底有多少这个免税额 然后有哪些注意事项 可以请您讲解一下呢 好的 没问题 那这个年度的这个赠予呢 它实际分成两块的赠予 一种呢我们就叫年度的赠予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你可以这个年度赠予是什么意思 就是年度它有一个年度的赠予免税额 这个年度赠予免税额呢 像今年2023年是17000美元 那去年是2022年是16000美元 那再往前呢是15000美元 所以并不是说每年它都会涨 但是呢通常它可能会随着这个通货膨胀率的这个 来每年会有一个增加 那是什么意思呢 只要你给任何一个人 这个一个接收人 那你赠予的这个数额 只要没有超过像今年没有超过17000 那么就不需要报任何的税 你也不需要在就是去给Tax return上显示说 我今年报了这么多 然后收到钱的人呢 也不需要说我今年收到这么多 所以就没有这个报税的义务 所以这也叫就是所谓的年度的赠予免税额 就这么来的 这个免税额免税额就是说 双方都没有任何的这个税务的负担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税收的一个报税的义务 在这个范围之内呢 就是您可以送给任何人 比如说您有一千个你想送 那么您给这个一千个人 每个人的送一万七千块钱 都不需要去履行任何的报这个税的义务 所以呢您看看 从一个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那您如果您是一个高资产人士 那么您连我假如说我有八个孙子 或者十个 我们假如说这个家族比较大的话 那你想送的 比如说大概有二十个人或者三十个人 那三十个就是我们就算三十个人嘛 三十个人每个人一万七 那你算一下 大概就是五十四万就出去了 对吧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方式 那当然呢 就是说夫妻 就是如果是已婚了夫妇的话 那么夫妻呢 他可以叫 把它split 叫gift split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刚才说了 就是假如说你们家这个十个孩子 那十个孩子呢 每一个人不是送给这个被接受的人 都是一万七嘛 那我们是夫妻两个人送 那么这个一个接受者呢他可以收到三万四 那这样呢就是说作为夫妻来讲 如果我们要送的人 我刚才说了 假如三十个 我一个人送出去五十四万 那我另外的配偶再加上五十四万 所以我们给出去的财富呢 就大概有108万 这108万这一年是不需要有任何这个税务的负担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 对于高资产人士来减少 就是你的这个税 你的资产总额 以及减少你可能的这个遗产税的这个 这个数额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嗯好 那刚刚呢我们有讲到就是说 实际上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方便的方式 那前面有讲到说 它其实都没有什么表格要填 那具体的话 就像您说的 如果咱有八个孙子 你这一笔钱出去的其实不少 那怎样能够让这个IRS在 没有看到表格的情况之下 知道我们这个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操作的呢 你都不需要 因为你根本不需要履行任何的程序 所以IRS也不care 如果你送到每一个接收者的 没有超过一万七的话 就像相当于不知道 就没有发生一样的 哦原来是这样 那也就是说 如果是我向很多人赠予 就是高达一万七 每个人都一万七的这样的金额的话 都不用去担心赠予税的这个后果 对对 而且我说了赠予者 如果是夫妻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夫妻之间的 这个giftless splitting 也就是说 赠予的这么一个分分离 这种方式呢 就可以更多的赠予出去 嗯明白 那我看您之前就是有一个 非常详细的这个小帅和小美的这个案例 您可以详细的帮我们讲解一下吗 就是说他们是如何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 结果一下子省下来 有百万的这样的一个巨额的款项 对 其实所谓的小帅小美 就是这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了 比如说就算你 我不知道你现在成家了没有 如果你已经成家了 我们就说那您那算吧 您那先生叫小帅 我们就假如说这样 那因为呢考虑到说 这个就是说 你们的孩子 当然你这么年轻 应该没有 有八个孙子 六个家 二十六个孩子对吧 好 其实就跟刚才我们说的 如果给这些人每一个人都装 就是像今年新年 你都每个人装这么一个 一万七的一个红包 那就给你们的所谓的孩子 一个人一个七万一万七的红包 然后还有他们的配偶呢 如果他配偶已经结婚了的话 那你配偶也可以给他这个一万七 实际上是作为夫妻来讲 你可以其实给三万四 这个三万四的红包 每个人装一万七 当然你可以说夫妻我也不见得 我说非得每个红包的都装一万七 我可以写一张支票 三万四的支票 就是给这一对夫妻 对吧 这种情况之下呢 那我们说呢 您在真的 等我们新年到的时候 像我们中国人喜欢这个 就是叫过年夜饭嘛 在年夜饭的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看望望去吃饺子的同时 突然 你拿作为父母 然后给每个人 在这个红包里面放这么一个大额的支票 对他们来讲 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 那么对他们搜索的这个礼物人来讲的话 他们不需要去任何去履行任何的这个手续 就是完完全全白拿这个三万四 那作为你们夫妻来讲的话 你们也不需要去给任何一个部门 任何一个地方 去说我今年给这个了三万四 给那个了三万四 你不需要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假如说这些孩子 就是我们说大概如果算一下只要看看如果六个孩子的话 那你可能给出去的 就是六个孩子加上你们的配偶 每个人捐一万七 那么你这总计呢 大概就捐出了四十万 是对吧 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 如果是这个给孩子捐赠的话 他是这样的 那我假设就是说有的人说 哎这是我老公给我的 那夫妻之间尤其是说 像我们华人比较普遍的情况 就说一位是美国公民一位可能还是中国公民 就在身份上还有夫妻上这方面 这样的情况是一样的吗 你其实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这个我们刚才说不只是针对孩子 你是给任何人 但是这里面呢 就是说配偶 他是因为这个关系呢 跟你我们每次提到这个 说配偶为什么有这个特殊的待遇 就是我一直认为 是跟圣经来的有关系 因为在圣经里面来讲呢 就夫妻他是属于四位一体 是属于说是叫我的肉中之肉 骨中之骨 所以呢是四位一体的 所以呢这个夫妻呢 因为这个四位一体 所以他在法律上呢 他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优待 也就是如果是您把这个钱财 给你的配偶的话 而你的配偶如果是美国公民的话 他可以享受一个叫 unlimited marital deduction 也就是说 你给你的公民的配偶 给赠送任何的钱财 是没有任何的税收的 所以这个是夫妻都还建债的时候 当然如果你一个人走了以后 当然活着的那个人 如果他的这个遗产超过一定金额 那还是有这个遗产税的 但是本身来互相赠与的时候 他是没有这个要交任何的税的 但是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假如说我的这个配偶 他不是公民 他是绿卡 或者甚至不是绿卡持有者 他是一个外国人 那是一个外国人呢 又看取决您的身份是什么 如果你本身是美国公民 那你要给外国人赠送 那这个即便是你的配偶的话 假如说他是完完全全没有这个就是在这边的身份 那可能这个就是税务上又不太一样 如果他又是一个绿卡持有者 那他这个数额呢 像今年的话应该是如果我记得没错呢 应该是今年是16万多还是17万多 这个具体我记得那么清楚啊 因为这个数额也是每年在涨的 所以说这个接受的对象是有区别的 跟配偶跟其他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我的数额相对来讲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要举一个比较极端的这个例子 就是说比如说我把我今年把这一部分钱赠予给我的孩子 我孩子明天又把这个钱赠予给我 就大家那么一起彼此相互赠予 这都抵税了 这样行得通吗 这种很极端的情况会存在吗 其实你都不是叫抵税 因为你没有抵税 因为你本身赠予的这个钱是你的税后的这个钱嘛 对吧 所以你不需要去抵什么东西 明白明白 所以就是不是说抵税的问题 就所以也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对 但是呢 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你如果刚才说了 对高智省人士来讲的话 他把这个钱给出去了 他的这个总的遗产就减少了 减少了以后呢 等他如果万一有什么事情去世的时候 他的遗产的总数额降低了 这样他就不需要抵免税 所以呢 这是一个巨大的好处 但并不是说对一般的家庭来讲 其实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说 就是年度赠予税的这个免税额是一个需要利用的 但是呢 就是作为我们华人特别喜欢的 就把我们的孩子啊 什么就是加到我们的这个房地产这个当中来讲 对 这个房子它是可以做赠予的吗 可以做赠予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我们刚才有一个小的细节没有讲到 超过一万七 一万七以内 你是不需要提交任何的表格的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赠予的数额超过了一万七 那么你就需要有一个 give tax return要报上去 等于说这个 比如加了孩子的名字 假如说我和我先生 还有我的孩子 共同持有这个房产 这个房产如果它的三分之一的价值高于这个一万七的话 我就是需要正常的去申报 对吗 也就是说如果孩子把名字加上来 可是他没有那个给这个fair market value的一个 对吧 因为像父母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只是把孩子名字加上来 结果孩子一分钱都没付啊 可是他没有享用对这个房屋的这个产权的嘛 可是呢 这个房屋的产权通常他得到的也就父母赠予给他这个份额 他实际上是完完全全的 就是他没有在付这个所谓的fair market value的情况之下 给收到的这么一个权益 那这个权益呢 实际上是肯定是远远超过一万七的 那么你超过一万七呢 你就应该履行一个报税的义务 但报税义务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提交就是赠予者 不是接收者 赠予者本人他要提交一个give tax return 这个give tax return呢 要把它说 我给了这个孩子大概是价值20万或者30万的这么一个数额 要报上去 那这个报上去呢 只是履行一个报税的义务 因为目前的这个终身的赠予免税额 是现在像一千 跟遗产税的免税额是一样的 也就是1292万 所以呢 您现在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 您是不需要交任何的税的 可是你要履行报税的义务 那这个是我们华人很多很多人都忽略掉的一个原因 对对对 那还有一种情况 就比如说 我们知道华人每年就是换这个外币 就从人民币换到美元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5万的一个限额 所以有的时候很多可能 比如说我妈妈在国内把这个钱打给了我 那这个很显然它超过了1万7 它因为它是5万的这样的一个限额 但是我妈妈给我 它是个外国的 它等于说它不是美国的税务居民 那这样的话 对我作为税务居民的话 我应该做什么呢 您哈 只要你妈妈没有给你超过10万 你也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假如说赠予者你妈妈她是个外国人 对吧 我们刚才已经前面讲过了 如果妈妈是就像您说的非常棒 如果不是美国的税务居民的话 外国人是可以给我们这些美国人 随意来赠予 赠送任何钱财数额多少都没有关系的 他也不需要交任何的赠予税 但是呢 作为我们接收者来讲的话 作为您来讲呢 您收到的每年 就是收到超过10万以上 你就要报一个税表 一个叫应该是3025的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你要告诉国税局说 我今年收到这些礼物 但在10万以下 你也是不需要履行报税的这个义务的 嗯 了解 那刚刚其实您谈到这个房产 我还想到了一个问题 就有的时候可能父母会把这个房子 比如说比较低价的卖给孩子 比如这个房子它可能值个100万 那我可能比如说 我50万就卖给我的孩子 反正是我家人嘛 我愿意这么卖就这么卖 那这样的话中间的这个差价也会被算作是赠予吗 也会 会的 哦 所以说 不好意思 再来一遍 对 它也是算赠予 而且像作为妈妈或者爸爸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给孩子的话 它也是应该要报一个give tax return的 嗯 明白 那您 因为一定要强调它是一个就fair market value 如果你本身不是公平的市场价格给的话 那你这个就是差价的话 你应该是要去报这个give tax return的 嗯 明白 那其实的话我觉得对于华来说 在新年其实他送礼的时候 他都不用做什么太多 只要是注意比如说包这个大红包的时候 不要超过一万七给每一个他的这个子孙 或者是怎样 它其实就是一个自己做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通知任何人 然后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避税的方式 对 而且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提到这一点呢 我就还想到就是我们像给孩子或者就是给孙子们 他们去交学费啊 去交医疗 医疗费和学费是没有限制的 那但是呢你要注意的 这个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细节 这要注意不要把这个钱呢 比如说你的孩子上耶鲁大学或者上哪儿啊 那么你最好那个这个钱呢 直接要给那个institution 直接给那个学校本身 你不要把这个钱给了孩子 让孩子再去交学费 那这个呢就会 你如果给了孩子 那这个就是如果超过一万七的话 你要报税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钱直接给学校本身 或者给医疗机构 那你也是不需要交任何的这个报税的义务的 明白明白 而这个也是比较警醒的啊 就是说如果是我们通常可能爱钱给你了 你进去交 那其实对于家长来说 最好是直接把钱打给学校 这样的话 你还能再给他一个一万七的这样的一个额度 对吧 哎 太棒了 对啊 我觉得你你你真的是一点就疯了 而且懂得很快 是是 主要是涉及到这个钱的问题 大家华人总是非常非常的关注 因为我们每次都会觉得啊 好像我一年的赚的钱 一年的收入都已经都交税了 但现在还是有很多就是关于信托 可以做好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而另外就是像您说的关于遗产 那在比如说像比较高资产的人士 他们想提前做遗产规划的时候 是不是就能够从他 比如说从今年开始就有规划的 把这些钱先每年都分配自己子孙 后面的遗产的部分 可以就是相应的去减少 他要在死后分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减少遗产税呢 像刚才说的这个就通过年度的赠予免税额 这个额度去赠予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但是呢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唯一的方式 而且你也别忘了我们很多人 包括那些特别有钱的人 他未必是愿意把这么大笔的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算的数字 大概有70多万或者40多万 两个加起来可能就有八九十万这种数额 一下都拿去给孙子们 很多人他是不愿意的 他很多人他还是想要去 所谓的就是他去做 比如说他自己做投资啦 或者什么之类的 这种情况之下呢 其实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呢 就是做一些不可撤销的信托 那个呢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方式呢 既可以减少这个就是遗产税 而且把放到这个不可撤销信托里面 这些资产的增值部分呢 也都可以就免掉到 你的这个遗产的总额的范围之内 所以呢那个是今天这个话题 肯定是没办法去cover的 通常来说对 对于就是这些高资产人士呢 那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但是有很多很多方式 对另外的话您刚刚提到的 这个国内税收法 就是说在有提到说医疗费 还有包括学费这方面 另外他有点就是说 给这个有资质的慈善组织去捐款的话 那对这一部分的捐款金额 也是没有限制的 那我们经常都听到一些有钱人 他们啊我们给慈善组织捐款 实际上是有利于我们的这个税务的 这方面可以详细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这个呢因为我我本人呢 他不是税务方面的这个专家 我只是说主要是遗产国华的专家 这个领域你飞得非常非常细 那通常来讲的话 你就是说向这些慈善机构去捐赠的话 也是属于不需要交任何的税的 但是呢就是关于是不是要有那个抵扣的问题 那这个可能就是有的有一个有限范围的抵扣 并不是说我给了这个教会 比如说我今年给了10万你就能够拿到10万的这个抵扣 可能不一样 有的可能它是就是说这个 again 我说本身我不是这个会计方面的专家 我只知道它是会有一定的抵扣的 但是你给不管给多少 它是不需要去交任何的这个赠税的 嗯明白 好那其实呢 做信托它是保护家庭的一种方式 包括我们前面有讲到说有多次婚姻的家庭 或者是说提前对被成员的一些财富的这个管理 然后呢还有就是包括保护你的资产 不要受到债权人的追讨 然后呢两个律师之前也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点 就是说它是有助于去照顾特殊需要的儿童 或者是成人 那在新年一时我们本来不想打扰它的性质 但是没有办法 新悲剧它发生的时候就是不挑时间 听说你昨天经历了一个特别 呃在职业生涯当中算也算是罕见的事件对吗 对对不不光是说 我说我罕见那我今天早上跟那个法官那个 cord attorney 告诉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非常shock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办的一个案子 这个客人呢是在两年前呢找我来做 就是是给他儿子 因为他儿子比他先走 所以是给他儿子做这个就是probate attorney 那这个案子现在还没有结束 没有结束呢 您刚才提到很有意思啊 就是说债权人保护的问题 那其实也是因为他们他的儿子 之前也没有做任何的规划 那走了以后呢 他的我们就在法院去提掉这个probate的这个程序 结果呢这个女友前女友就来 就是要求呢 所谓的所谓的遗产管理人要来偿付这个女友曾经借给他儿子的一个债权 今天呢是我们主要是去为了这个这个案子 因为它是属于在probate当中的一个小程序 所以今天本来要开庭 本来要开庭去就这个事情要去讨论说到底应不应该给钱呢 给多少之类的这么一个一个hearing 但是呢因为我之前跟客人联系不上 所以呢我昨天我就去到他家里去了 到了他家里我们在那儿大概我应该是说在门外 在我按门铃这个敲门敲了半天 应该说接近有十多分钟 因为你知道美国通常来讲这个也是个人特别这个保护也是很很重要 你不能说轻轻轻易的去缴缺 就不能说那样 所以我就一直不停的在敲门一直在按门铃 但是一直都没吭声 没吭声呢我就看到那个什么有灯亮着的 所以呢我就把门呢我就推了一下 结果推了一下呢 哎门一下就打开了 打开了哎我一进去厨房 因为他马上推开门就是厨房就是他的客厅 那厨房呢也还整理的还算不错 然后那只是注意到右边呢 就是说有一滩水 这一滩水呢 然后就看起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然后再看他那个下边右边的有一个那个所谓通下地下室的楼梯 那也是看着就是心里很不舒服那种感觉 那我就赶紧就在那儿不停的叫 还我说有人吗有人吗 我就叫那个客人的名字 但是呢还是没人没人吭声 结果呢后来我说哎我说我不是外人 我说我是染律师 我说那个谁谁在吗 哎可能我说我是染律师 他的孩子是一个特殊需要的孩子 他就出来了 真的突然像蹦蹦跳跳的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当时我就非常shock 为什么shock呢 因为还那个那个孩子呢就是比我上次看到的 整个我觉得大概瘦了二三十磅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你怎么了 你怎么瘦成这样 然后他说啊没有啊 我说我说妈妈呢 他说那个什么妈妈已经过世了 我说妈妈过世了 我说那那个什么 我说什么时候的事 他说是10月去年11月份的事 我说去年11月份就很自然嘛 我说那我怎么都不知道 我说他是在哪个Fural Home办的事 他说没有他在床上 然后我当时这个 对立马就感觉到有点毛不怂了 那我觉得从刚才咱们说的 这个是要单独来去 对对对本来这是要单独讲的 但是就想提前给大家放一个hand出来 就是说染律师经历了这个 可能是职业生涯当中 非常难得经历了一个案子 然后呢这里面涉及到很多信托的知识 因为这个案子本身是因为信托而起 然后呢尤其是在他的客户去世的时候 又因为信托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就包括特殊需要儿童 这门信托也是因为信托事件而终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很值得 跟大家单独来讲起 如果大家之后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大家讲一讲 这个在新年一史 非常非常令人shock的这样的一个案件 涉及到死亡的这样一个案件 那另外的话 有关于今天的这个新年送礼的这话题 不知道您还有什么其他想要去补充的内容 可以给我们再补充一下 我觉得大家就开开心心过年了 但是过年的同时 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 其实昨天又回到昨天这个案子 我当时我其实是心里很难过的 为什么难过呢 在这个过去的两年当中 我有多次的建议他妈妈要做些计划 去保证到我们这个特殊需要的孩子的将来的问题 但是因为可能妈妈也年岁有大了 有些东西他不是特别理解 那其实我反观我们周围很多类似的家庭 都有这种类似的情况 都是觉得规划可以拖一拖两拖拖拖 拖到后来可能自己都根本做不动了 那我只是想借这个机会就是提醒大家 别忘了自己这个责任 我们父母当然就是正常的孩子养到18岁 你就没有责任了 没有法律上的这个责任 当然可能你还有道理上的责任 那你可能会去 就不用管这个正常的孩子 因为他们自有他们的天空 他们可以去闯荡 可是呢 对我们这些特殊需要的孩子的话 那只要他没有这个行为能力 他没办法去独立生活的话 务必务必 就是说趁现在还早 你现在还能坐得动 你现在脑子还清楚 你也知道到底可以委托谁来照顾我们的孩子 你就是说希望谁来找 就是说万一我们发生不幸的时候 谁来帮助我们管理这些资产的话 那么务必要履行自己的这个责任 这是您的责任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 就是说规划该不该做的问题 你要意识到这是一份责任 这份责任是我们父母的一个责任 您这个责任如果没履行好的话 就就是像我们可能下期要讲到的 这个案子当中发生这个过程 因为昨天就是他们要把这个特殊孩子 要带走的时候 这个孩子是真的差不多要哭了 他说我不想去 我不想去医院 那我就一直在好 就哄着他 我说他们带你去呢 是完全确保你要生气 你们都能够健康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的的确是说检查冰箱 他基本上冰箱里面都是空的 只有一个小铺在那里面 所以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他这个 所谓的假如说真的 他说的是实情 妈妈11月份就已经离开了的话 从11月份到现在 接近三个月的时间 他到底怎么过来的 那为什么他那么瘦 就是说因为我看到他真的 我当时第一印象就是 他变得怎么那么瘦 那这个其实就是引发 大家更多的去考虑 就是不要等到一些灾难性的事件 发生了 然后再去像我们说 你要再去采取任何的措施 都来不及了 所以不要带着这么的遗憾 就是离开 那所以我就觉得新年 虽然这个话题 也是比较沉重的一个话题 但是呢沉重的同时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有责任 有担当的人的话 无论说从公民的角度 从我们做父母的角度 你履行自己的责任 你应该要做什么 不要拖 然后该去做规划 一定要做好规划 这是我的一个 一个不叫说警醒 真的就是一个请求 对是这样的 确实话题有点沉重 但是我觉得这是大家 只都是深度思考的问题 就其实我们每次谈到 包括像遗产规划 这样的话题 大家可能都有种 天生上的心理 你觉得我还不用吧 你知道吗 就是我还年轻了 但其实就现在做 就是因为你如果 等到有事的时候 他就已经来不及 没有事后诸葛亮这么一说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 今天内容的话 都可以联系 冉营菲律师 冉律师专注于 遗产规划 信托老年法 移民法律业务 拥有纽约州 及联邦法院出庭资格 是美国遗产规划律师学院 第一位精通 中英双语的会员律师 联系电话的话 就是可以扫描 我们刚刚在屏幕当中的 这个二维码 或者是拨打电话 也是可以的 那回到刚刚的这个话题 如果您感兴趣 就是关于阮律师 在昨天晚上经历的 这个案件的话 我们到时候也会 专门做一期节目 来为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悲剧的故事 发生的这个期末 然后包括他能够 给我们带来 怎样的一些提醒 好了 那以上就是 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非常感谢阮律师的参与 好 谢谢 谢谢您 谢谢大家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算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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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